要計算這個系統 我們首先要畫到它的隔離體圖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由三個寵物組成 我們首先要畫在桌面上的寵物M 它的隔離體圖 這個隔離體圖分別是由四個力作用於它 第一,它有自己的重量 第二,桌面有一個法向反作用力給它 另外兩邊分別有由物體M1所提供的張力 另一邊就由物體M2所提供的張力 而我們知道 由於物體M1較物體M2重 所以T1是會大於T2 而兩個法向反作用力和重量則會是相等的 這個是A1的部分 好,如果桌面是粗糙的 我們就去到A2的情況 好,我們移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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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 好了,A2的情況其實跟A1很相似 因為我們都會有 依然是有重量 法向反作用力 M1所引致的張力T1 M2所引致的張力T2 而我們由於知道T1比T2大 而由於桌面是一個粗糙的平面 因此有摩擦力 而摩擦力就會向右邊 這個就是情況A2的隔離體通 接著去到B1 B1就說如果桌面是平滑 那究竟情況會是怎樣呢? 我們可以看看先前的隔離體圖 我們看這個隔離體圖 我們知道由於T1大於T2 加上桌面是平滑的 因此這一個就會有靜力向左邊 好,那我們就可以回答B2這個圖 B2就是說 M1就會向下加速 因為M1比M2重 而M2又會向上加速 物體M就會向左加速 在這裡提一提大家 M1、M2、M2和物體M 他們的加速度的量值是會相同的 即是說他們會一樣快地動 不過一個向上、一個向下、一個左右地動 好,而B2 B2就看摩擦力 由於桌面是有摩擦力 那麼這個摩擦力呢 我們看看上高的隔離體圖 這個摩擦力 我們就很視乎這個摩擦力 是不是已經去到極限 如果摩擦力是非常粗糙 T1和T2再加上摩擦力F 究竟他們怎樣比較呢 如果是T1大於T2加F的話 即是說他們會向左邊動 但是反過來 如果摩擦力非常之大 那即是說呢 T1不會大於兩個加起來 最多最多都是相等 所以呢 就有以下兩個情況出現了 情況一 如果T1大於兩個的T2和F加起來 那這個就會加速 不過呢 比起先前B1的部分呢 他們加速度就會較少了 但是萬一 原來這個桌面是非常粗糙 這樣呢 就會不動的了 就會維持靜止